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們就要換到一個新的主題 這個主題是全新的一個章節 叫做 self and identity 現在開始我們等於正式的進入 青少年心理學下半個學期的內容 我們從 self 開始 然後我們接著開始要講家庭 然後講同儕 然後講學校 等等 就一步一步我們會看到 從青少年本身的自我開始 因為這學期比較短 所以我們看說我們會講到什麼樣的地方 那我們就從自我開始 自我對青少年是一個非常大的issue 為什麼 我如果跟你講說青少年 自我這件事情在青少年是很難搞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同樣的感覺嗎 好 有同學點頭 為什麼 為什麼自我在青少年期 那麼難搞 那麼重要 那麼需要我們去關心 他到底從小學 到從 兒童期到青少年期 你到底自我到底改變了什麼 你 從童年 到青少年 你的自我到底有什麼改變 成長上面來說就是這樣對不對 就是孩子們慢慢的擴大了 他的環境更擴大了 我們來換個方式問好了 如果我們問說 孩子怎麼想自己 你在小學的時候怎麼想自己 跟你到了國中以後 怎麼去想自己這個人 有什麼差別 他是從dependent 變成independent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跟社會的關係改變了 除了他跟社會的關係改變之外 社會對他的要求也增加了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覺得你自己是 你覺得你這個self 可能是比較independent 你想要自己做主 可是你做主的同時 外界對這個你 的要求也變多了 所以自我的概念就變多了 你如果去問一個青少年 你是誰 你猜他會怎麼回答 介紹你自己 我是我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這是你說 你會說我爸爸是誰 沒有啦 我會說我也是誰 蛤 這個說我爸爸是誰 是小朋友 是可愛的小朋友 會說 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爸爸是誰 我媽媽是誰 我家住的地址是幾號 對不對 到了青少年期 你會做什麼事 會講他在學校社團中的幹部 還有呢 我如果現在問你說你是誰 你會怎麼回答 姓名 還有呢 我是學生 真的嗎 你都只會做這些回答嗎 你是誰 我是學生 啊 IG 帳號 IG 帳號 我問你說介紹你自己 你是誰 你會講些什麼 你只有一句話 你只有一句話的容量 講你自己是誰的時候 你會說什麼 Be creative 個性 好 比如說 我是一個樂觀開朗的人 我喜歡爬山 好 一句話喔 一句話 我最近在忙什麼 是不是 還有沒有 未來想幹嘛 從兒童到青少年 最大的差別是 因為他有 不要忘記我們前面講了 abstract thinking 因為他越來越抽象思考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小小孩 當你問他是誰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很多 identity 我最喜歡的朋友是誰 然後我家住哪裡 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慢慢慢慢到了青少年 由於他的認知能力增加了 他往往給的是一個比較general 比較大的 然後比較抽象 甚至比較理想性的一個說法 比如說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然後有青少年會說 蛤 你要問我 我是誰 我是宇宙人 所以就是青少年有很多 非常creative 的回答 其實是因為他的 abstract thinking 增多之後 他對自己的考量 就不是那些 非常落實的自己的 ID 而是 而是一些 他對他自己的抽象的形容 就會出現 這個就是跟他的認知發展 非常有關係 而且你去想像看 青少年為什麼有這麼多 自我的徬徨呢 我上次就問過大家 你們有沒有人碰過 就是一個暑假回來 發現一個同學 胖了10公斤 高了10公分 他在鏡子前面看到的自己 都是一個不一樣的自己了 所以他要去定義自己 也變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不論從社會的要求 不論從他的生理的發展 或是從他的認知發展來講 自我為什麼會變成青少年 那麼一個重要的主題 就是因為他從裡到外 到與外界的關係 都在不斷的改變中 所以我們下節課 討論課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從 青少年的 self understanding 開始 去講青少年的自我了解 有哪些不同的面向 我一直很喜歡這本課本 我一直用這本課本 用了很多很多版 其實原因就是在他講self的這一張 我覺得他講self這張講得很生動 請你看128頁 我們要開始一個一個的告訴你 Saintraq 在這本教科書裡面 他怎麼樣去提青少年的 self understanding 青少年的自我了解 到底在哪些層面上會出現 第一個 請你翻到128頁的左邊 下面倒選第二段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青少年在自我了解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抽象的 而且非常idealism 就是他會用很多很多的方法 去說自己 從一個自我的理想狀況 去看自己是一個 理想狀況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比如說我是一個 非常有社會正義的人 或是像剛剛講的 宇宙人是一個抽象概念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在乎社會正義的 那他是一種idealistic 的想法 然後第二個 叫做 differentiation 意思就是說青少年的自我認定 或者是自我概念 他其實是開始去分化的 在兒童小的時候 你去問他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了 都是一些實際的 就是他是一個 什麼地方的人 他的性別是什麼 他家裡住哪裡 他幾歲等等 可是到了青少年期 當他再去形容自己了解的時候 第一個他是context dependent 他會隨著不同的情境 而去界定自己的方式不一樣 比如說他可能會講 我在學校裡面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可是我在家裡面是一個很沉默的人 等等 就是context dependent 而且他也可能會是relationship dependent 我在我媽媽面前會講很多的話 可是我在我爸爸面前很沉默 他是因為在關係裡面 在不同的關係的面前 他會描述自己是不一樣的 而且還會有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說 當他在談論自己的時候 他會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 可是我相信在別人的臉中 他們會把我看成一個外向的人 就是會有self view 跟 other view 的差別 所謂的 context dependent 不只是在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關係裡面不同 而且甚至他會說 就是我自己看 跟別人看是不同的 那這個 self view other view 其實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因為青少年這個時候 他可以跳出 跳出自己 看自己 因為他的認知能力達到了這個地步 所以請你翻到132頁 132頁他在上面的 第1 2 3 第三段 第4段左右 有一個黑黑色的字 叫做 perspective taking 我們有時候翻成角色取替 或是立場取替 就是你會 take other's perspective 去想這件事情 你會從別人的立場來想這件事情 這是青少年期 因為他的認知發展到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他才有這樣的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也因此他的 self view 他的 self understanding 的分化裡面 也會分出 我覺得我自己是什麼樣 那我知道別人看我是什麼樣 的這種 self understanding 好 這是第二種 Differentiation 第三種 請你看到 129 頁的第二段 我想要先講 那個第二段的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self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self 意思是說 他會發現 自己 是衝突的矛盾的 我 我不知道我是誰 因為我有時候很樂觀 有時候又很悲觀 我有時候很內向 我有時候又很外向 我不曉得我自己到底是誰 他就感覺到自己的 inconsistency 他感覺到自己的不穩定 以及不一致 然後他說 我覺得我在 人前是一種 人後又是一種 我好像是那種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的人 我到底是誰啊 因為他看到了自己的 inconsistency 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叫做 Susan Harter 我想大家都可以 值得認識這個人 因為 你如果想要對青少年的 自我概念有所了解的話 這是最應該認識的一個學者 那 Susan Harter 在 一九八幾年做了一個研究 到現在還被 用在教科書上 你們教科書上有寫這個研究 他很好玩 他就去 讓青少年七年級 九年級 十一年級的學生 來說自己有多 inconsistency 請他們自己去說 你自己可不可以 就是講說你自己平常 會不會覺得你 這個時候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時候是那樣 結果我們會發現說 inconsistency 其實在七年級最低 在九年級最高 所以他其實是九年級最高 然後十一年級好一點了 然後七年級最低 意思就是說 大概差不多在國三 在九年級左右 那個時間點上 他其實是最彷徨的 因為不知道自己是誰 那你會說彷徨會不會有害處呢 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我們會覺得這些 會 detect 自己的 inconsistency 的人 他其實 表示他的認知複雜度 Cognitive Complexity 是比較好的 他的認知複雜到 他可以感覺得到自己 這麼的不一致 後來我們 就是做長期追蹤的研究的 那個成果裡面 會看到的是 你如果在差不多 early adolescence 就差不多 七年級到九年級的時間 如果這個孩子 會感覺到自己的不一致 表示他的 Cognitive Complexity 比較高 他其實到了再大 在追蹤之後我們會發現 他的憂鬱程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早期的這樣子的東西 雖然當時非常困惑 但是其實對長期來講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是比較適應的指標 這是所謂的 Contradiction 我們回過頭來講 Fluctuating Self 就是129 頁的第一段 Fluctuating 是起伏的自我 那所謂的起伏自我 我們就順便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 Rosenberg Rosenberg 是一個社會學家 但是他是在社會學裡面 做心理學做得非常有名 所以他是 社會學那邊的社會心理學家 Rosenberg 他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可能心理系同學都碰過的 就是他有一個 實體的 Self-esteem scale 就是有一個自尊 Self-esteem 的 scale 那 Rosenberg 其實有一個 Self-esteem 的理論 那 Rosenberg 的 Self-esteem 的理論 如果我們去細究的話 他把我們的 Self-esteem 人的 Self-esteem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叫做 Baseline Self-esteem 一個叫 Barometric Self-esteem 那什麼叫做 Baseline Self-esteem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有一個 Baseline 就是 人的 Self-esteem 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 男生 女生的話 我們通常發現 男生的 Baseline Self-esteem 比較高 然後老大比 下面老二 老三的比較高 或者是說你的社經地位的階層 來自社經地位 家庭比較高的小孩 或是成績比較好的小孩 成績比較好的青少年 他的 Self-esteem 比較高 那這是所謂的 Baseline Self-esteem 可是 Rosenberg 說 有一種叫做 Barometric Self-esteem 在青少年期會發生 Barometer 是氣壓劑的意思 因為今年有大棋系的同學 就是 Barometer 是氣壓劑的意思 所以 Barometric Self-esteem 的意思 就是我有高氣壓的時候 有低氣壓的時候 意思也就是在講說 一個青少年 他的 Self-esteem 會改變 會起伏不定 那這個叫 Barometric Self-esteem 比如說 我進到一個房間裡面 我開始每個人都不認識 但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每個人都在看 我的 Self-esteem 非常低 覺得好難過 可是過一下 我找到一個好同學了 然後我們兩個開始聊天了 然後聊天就覺得好一點 然後後來又發現另外一個朋友 是我很想認識 但是我沒有機會認識他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在旁邊 我又很鼓勵自己 我又跑去跟他聊天 就發現聊得很好 我的自我概念馬上上升 Self-esteem 馬上上升 所以青少年就是起伏很大 因為情境 因為什麼的關係 他隨時這個 Self-image 在起伏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 Barometric Self-esteem 可是研究也發現 這個起伏與否本身 是 Stable 的 是有個別差異的 意思就是說 有人的 Barometric Self-esteem 起伏得很大 常常這樣起伏 有人的比較小 這個個別差異也是很穩定的會產生 這也是一個很好玩的研究結果 我們就會問說 誰的 Barometric Self-esteem 會起伏比較大 比較少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我給大家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青少年的 Barometric Self-esteem 其實第一個原因 就是跟 Perspective-taking 有關 他的 Perspective-taking 他如果常常去想別人怎麼想他的話 那當然是很辛苦的嘛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Ego-centrism 回歸來講 我們以前就是 期中考之前講到 Social Cognition 我們有講到一個現象叫做 記不記得 我們講到什麼現象 跟這個可能有關的 尤其是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到一個 不認識的人的地方 假想觀眾對不對 Imaginary Audience 所以因為他有這個認知能力 有這個 Imaginary Audience 的能力 其實就是一種 青少年的 Ego-centrism 他的社會認知上面的一個現象 那他如果有這個現象的話 他的 Barometric Self 就很容易就是 別人都在看我 別人都在看我 那到底 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是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第三個 就是因為在青少年期 他 他非常在乎同儕對不對 因為他非常在乎同儕 所以他對 Peer-penia 也非常非常在乎 所以通常青少年期 他之所以會 Barometric Self 會起伏不定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跟他太在乎同儕是有關的 那以上是關於 這個 Fluctuating Self 我要跟大家解釋的 下面請大家看書本上 這一頁的第三段 就是 Real vs. Ideal True vs. False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要花長一點的時間 話說從頭 我們先介紹一個心理學家 我們從介紹這個心理學家開始 我們再慢慢講下去 我要介紹的這個人 叫做 Carl Rogers Carl Rogers 這個人 為什麼會那麼值得介紹呢 他是一個 1960 年代左右 非常 popular 的一個心理學家 他在那個 1960 年代左右的時候 一方面大家開始去思考說 心理分析理論 到底我們不斷地要一個 Psychotherapist 去分析這個人 那這個人他心理真正 他所看到的 他的人生視野 他的生命意義 到底是不是真的跟這個心理分析師 這個弗洛伊德學派的人講的是一樣的 我們為什麼不尊重這個人的本人 那另外一個角度呢 是到了 1960 年代左右呢 行為學派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到 Operant Conditioning 行為學派呢 在美國非常非常盛行 因為 Operant Conditioning 這個 Skinner 他原來就是 美國哈法大學的教授 他所展現出來的一套理論 那行為學派那時候在 心理學界呢 在美國的心理學界 整個是不可一世 因為他們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類行為 都可以用一個 Stimulus 一個 Response 中間去考量 那這個中間的過程 就都是 Conditioning 的過程 那 Conditioning 沒有 我在課堂上 只跟大家介紹幾個原則幾個公式 那麼簡單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變形 那 Skinner 寫了一本 非常棒的書 去解釋這個 SR 中間的這個過程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 剛剛好在美國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授業於一位 Skinner 的低纏弟子 上過他的一門課 所以就發現說 的確 這個所謂的行為學派 是有他的迷人之處跟好玩之處的 1960 年代呢 就是已經走到了 這個行為學派在美國不可一世的狀態 可是他們在乎的只是 外在的刺激 透過了某些原因 個體的某些原因 而造成了某些的反應 而這個東階呢 對行為學派來講說 是一個 Black Box 是一個黑箱 是不值得去考量的 就是人的心理內在狀況 是不值得去考量的 因為你只要看的 只是這個 S 跟 R 中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人的內在 沒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就在這個風潮之下 就大家懷疑弗洛伊德這樣做 是不是真的看到了那個 個案本人的視野 或者是行為學派裡面 完全不注重個人的內在內心 在這個狀況底下 Carl Rogers 在那個時候起來 然後他用臨床心理學 用 Psychotherapy 的角度 去說 當我們去治療一位個案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只從 這兩個角度去看這個個案 我們應該去從 個案本身的 從人本的角度去思考 在他的視野裡面 在他的現象 就是從一個現象學的角度去看 一個人 他的心理狀態 所以我們會說 這一個學派叫做人本主義學派 或是存在主義學派 或者是現象主義學派 我們叫他 比如說 Humanistic Approach 人本主義 或是叫他 Existentialism 叫做存在主義 或者叫他現象學派 Phenomenological 在這樣子的一個說法裡面 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這一套學派 他不是著重於統計 著重於 人 一個群體裡面 人是怎麼樣反應的 他比較著重的是個人的內在 他真正的理論本身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 Actual Self 我們很簡單地說一下他的理論 我們都有一個 Actual Self 跟一個 Ideal Self 那這個真實的自我 要 就是希望能夠進步到理想我 理想的自我中間呢 其實是非常崎嶇的一套道路 因為這個理想的我 如果是被別人所界定的 你其實非常掙扎 因為你達不到 所以我們 最想要的是一個 Actual Ideal Self 是希望一個真正的 我們自己的理想我 到底在什麼樣的地方 那可是 在我們的人生途徑當中 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幸運 可以知道那個理想我 真正的我的那個理想我在哪裡 因為我們常常在不同的時間 就是成長的過程中呢 受到我們的環境的影響 而不給我們機會 去了解自己的理想 到底在哪裡 那他提出了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他說在我們的成長環境裡面 我們的環境裡面 父母給我們的 或是我們的重要他人 所給我們的 可能是一個 無條件的正向關懷 意思就是說 隨時隨地 他都給你最大的 support 去支持你 去發展 探索你自己 可是有的時候 父母給我們 那是所謂的 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意思就是說 他希望你功課好 他希望你 朝醫學發展 他希望你做這個做那個 那他對你有一個既定的角度 所以呢 他只有 你只有在這樣的一個角度底下 生存 他才會 你才會獲得他的關愛 如果你不照他的路徑走的話 那你就得不到關愛 那這就是一個 有條件的 這個關愛 所以那 Condall Rogers 就說 如果這些人 他都是在有條件的關愛底下 有條件的正向關懷底下 他就常常會找不到 自己的 Ideal Self 在哪裡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如果一個 這樣子的個案進了診間 他往往因為找不到 自己的理想我在哪裡 沒有機會去探索真正的理想我 他就會生活得非常痛苦 而作為一個 Therapist 他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給這個個案 無條件的正向關懷 像一面鏡子一樣 去真實的反應這個個案 他的需求是什麼 他對自己的想像是什麼 讓這個個案在這個診間裡面 有一個機會 去探索真正的自己在哪裡 然後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所以在Condall Rogers 裡面 他當然如果我們再去細就 他的很多的想法的時候 他會說 一個治療者在診間 是不會做分析的 一個治療者在診間 不會去Demand這個個案 一定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他只是用一種 像一面成面的鏡子一樣 去反應這個個案 當他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他可能背後的意思是什麼樣子 但是不會去做更深入的分析 然後讓個案看到自己的 那個原始的形象 然後把他自己的那個原始的 自我 在無條件的正向關懷的 這個情境裡面 可以慢慢慢慢的展現出來 然後頓悟到自己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字 Real vs. Ideal 其實他講的是 從Condall Rogers 的理論出來的 在下面呢 我們除了講這個之外 我們也看到這個書本上 特別寫出一個字叫做 Possible Self 在Real vs. Ideal 這一段的第二段 你看到一個黑體字 叫做Possible Self 所謂Possible Self的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個案 他慢慢的想要找到自己的時候 其實 我們有兩種 我可能會變成什麼樣的自己 比如說 這是今天真實的我 我其實會有兩種 我自己的 這個想像中 我可能變成的樣子 那 一種呢 我們叫做 Hoped For Ideal Self 這是一種可能變成的 Ideal Self 是 Hope For 然後另外一種叫做 Dreaded Ideal Self 我們把它翻譯成害怕變成的我 所以當我站在我自己這個位置 我去想我自己的時候 有兩種理想我存在 一種是理想上我希望變成的我 我希望我將來 我期望我將來能夠變成的我 那另外一個我是Dreaded Self 是我希望害怕不要變成的那個我 害怕變成的我 我希望變成一個大學畢業的學生 我希望慢慢的在我的人生路途上 能夠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希望成家立業 我希望能夠有孩子 我希望能夠貢獻社會 能夠有穩定的薪水 然後發展我自己的興趣 這是一個 Hope For Ideal Self 我不要跟我舅舅一樣 變成一個街頭小流氓 然後變成一個角頭 然後每次都來我們家 然後跟我媽媽借錢 那個是 然後那個還有人說 你看跟我媽媽講說 你看你們家就是有這樣子的基因 你們就是有這樣子的 這個不學無術 然後到處去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這是一個Dreaded Ideal Self 所以我們希望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之中 就是他一方面有一個 不希望變成的樣子 一方面希望有一個 有自己可以變成的樣子 但是現在很多很多的研究 都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個孩子 他的人生當中 其實並沒有一個真正的 正向的理想我 而只有一個負向理想我的話 他根本不知道 怎麼樣往一個正向理想我前進 往往他最後就走到了那個 最不想要變成的自己的 那個害怕變成的我 所以很多的漁犯少年在法庭裡面 什麼等等的 心理學家去做研究以後 就發現說那個Dreaded Ideal Self 其實大部分的孩子都不缺 就算他現在適應非常不好 就算他可能是一個漁犯少年 或是一個已經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需要被關起來的孩子 其實他都不缺那個部分 可是我們發現很多適應不好的孩子 其實缺的就是這一塊 他沒有一個 往前進的正向目標與動力的時候 往往他就不自覺地 跑到了另外一邊去 雖然他自己也不願意變成那個樣子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們怎麼樣在 社會上能夠幫助每個孩子 都找到自己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既然講到這邊 那我總是不能夠說 放來怎麼找啊 你們會想到什麼方法怎麼找 我相信這邊一定有同學 是參加服務性社團的 那我講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我覺得modeling 是一件好事 你給孩子一些榜樣是一個好事 幾十年前 我也在台大參加服務性社團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一些 就是台北市區裡面的 低收入戶 那時候新蓋了幾個大樓 然後是台北市政府蓋的 低收入戶的大樓 那我們去做一些survey 然後就是那時候有非常崇高的志願 希望能夠在那個社區裡面 做很好的社區營造 但是後來就發現 大學生的力量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剛剛開始的起步呢 後來也維持了幾個寒暑假做的事情 就是做寒暑假的生活營 孩子們就會來 這個生活營每天來跟我們一起活動等等 那最有趣的是說 我不知道我們獲得的比較多 還是孩子們獲得比較多 我常常覺得這些大學生的服務社團 最後真正受益的是大學生自己 可是有趣的是 是我們 因為每個寒暑假都去同樣的社區服務 所以我們是一再出現 那就會有媽媽來跟我們講 說某某小孩 你知道嗎 自從你們走了之後 他這許實的功課進步了 然後就變了一個人了 然後後來我們甚至做到最後 就是有小孩子上了高中 然後進了前三志願 然後跑來當我們的小助教 那我那時候就一直 我們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惶恐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我們幫了他們什麼 我們不過就是設計一些簡單的教案 然後帶著孩子們玩遊戲 玩大地遊戲 上課什麼什麼等等 反正就大家自己發揮自己原來的所長 然後盡量去帶給這些孩子 就是生活營裡面一些快樂跟知識 但是我們實在不知道我們真的做了什麼 那我後來回想起來 念了更多心理學以後 我想其實就是modeling吧 就是我們讓這群孩子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他想到了哥哥姐姐可以上大學 那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大學還很難上 所以就是讓這些孩子 就是有了一個遙遠的目標 覺得說他也可以將來變成這樣的角色 他也可以將來好好的上大學 好好的念書 他也可以將來 在他有一點點餘力的時候去幫助別人 像哥哥姐姐來帶我玩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社會服務的意義 可能我自己當時在大學的時候 非常的惶恐 然後不曉得自己做了這個什麼 到底是為了什麼 但是後來現在回想起來 也許就是你給孩子們帶來了一些新的希望 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也許這就是他們會願意 朝這個方向努力邁進的一個路途吧 那下面我們要講的是 True and false self 那我們又要來提 這個 Susan Harter 這個人了 那所謂的 True and false self 的意思 就是說 Susan Harter 告訴我們 孩子們其實到了青少年期 常常會在別人面前 裝一個假我出來 假裝的我出來 他不把自己真實的面向表現出來 那原因大部分時候 當然都是希望能夠 給別人好印象 就是這個學期有同學在做印象整事 他之所以用 false self 的第一個原因 當然是 impression management 那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說 他的 就是自信心不足 他很怕那個真正的我 被別人看到之後 別人會不喜歡他 所以呢他就需要就是用一個假我 來裝飾自己 那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青少年為什麼用假我 這件事就非常好玩了 就是 experimentation 我們說青少年他其實在不知道 在找尋自我的時候 他常常有一種實驗性 這個學期我把頭髮剪得很短 然後穿得很規矩的制服 然後下個學期我把頭髮留得很長 然後我對我的制服 或是我對我的什麼變點花樣 那在下個學期 我交了一個女朋友 是什麼樣的女孩 在下個學期我換一個女朋友 但是換了一種另外一種 style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他不斷地在 experimentation 那在這個過程中 哪一個是真正的自己 他所表現給同儕的 表現給別人的 到底哪一個是真的我 其實是 就是可以去嘗試 可以去改變的 所以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就是 青少年他們會有不一樣的 false self 出來 那當然他的false self 最常出現的事實上是 是在他的就是過去研究發現 最常出現false self的 是在誰的面前 喜歡的人面前 就是 romantic relationship 裡面 最常出現的是假我 那就是比如說 班上也可能出現假我 尤其在美國那個環境 台灣那個環境還好 因為你有班上同學 大家朝夕相處 可能慢慢慢慢自己就 比較願意放鬆下來 可是美國那個環境 他到了高中 他沒有自己的班級 沒有一個家的感覺 沒有一個歸屬感 他不斷地在跑班 所以其實 對美國高中生產來說是比較可憐 他隨時都要武裝自己 表現出自己最好的面向出來 可是班上 因為大家都一起相處很久了 所以可能就會 在台灣這個狀況 可能是比較放鬆一點的 那下面我們要看的是 在一百二十九頁的最下面 Social Comparison Social Comparison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尤其對青少年 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你在國中階段 有沒有過 在發考卷之後 把那個有分數的那一角折起來 不讓同學看到的行為 有的請舉手 哦 謝謝 請放下 我好像應該問沒有的請舉手比較快 所以就是大家都有 這當然是一種 就是你的不舒服 尷尬 或是什麼等等 有什麼原因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青少年他一方面 就是在Social Comparison 過程中 他很需要知道自己在團體裡面的位置 但是他又不願意把 自己在團體的位置這件事情 很care 的這件事情告訴別人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你跑去問別人你幾分的話 或者別人來問你你幾分 你會說什麼 你會不會打回去跟他說 你這麼在乎分數啊 是不是 所以當你care social comparison 的時候 在青少年其實是被人家嫌棄的 對不對 不夠酷嘛 所以就是說 你一方面就是 就是社會比較是一個青少年非常在乎 但是他又不願意表達出來 免得影響他的人員的一件事情 那他為什麼非常在乎呢 其實是 有一個原因 當然是跟他那時候的 perspective taking 的能力比較好 然後很想要就是有一些reference group 然後知道自己的位置 然後知道別人怎麼想他是有關的 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到了青少年期 因為比較的原因 reference group 更多了 尤其到現在你要跟誰比 你要跟你班上同學比嗎 還是要跟你同性別的同學比 還是要跟小學同學比 還是要跟高中同學比 還是要跟社團同學比 你要比什麼 你要跟誰比 就是你的參考的團體變多了 你要比的東西也變多了 所以就是 比的東西變多 參考的團體變多 越來越讓青少年 不曉得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他會更擔心 然後他會更想要知道自己 到底自己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但是更不可得 然後又很擔心別人會 就是 因為他的筆本身而看清他 覺得他不夠酷 所以在青少年期的 social comparison 是一個 你說要自我瞭解 就是非常非常地糾結的一個 自我瞭解的過程 叫做 social comparison 下一個 叫做 self-consciousness 在130 頁 我告訴你一個我常常考的題目 我會讓你解釋名詞 就是 self-consciousness 跟 unconscious self 有什麼差別 請你看到這一頁 130 頁的倒數第二段 我會問你 課本上提的 self-consciousness 跟 unconscious self 到底有什麼差別 self-consciousness 我們把它 簡稱叫做 pre-occupied self 青少年 egocentrism 他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他就不斷地都在想自己 不斷地都在 pre-occupied with the image of self 他一直在想說我到底是誰 別人怎麼看我 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人 他不斷地在做自我的評估 self-appraisal 然後他不斷地在想說我 我到底是誰啊 我喜歡什麼 我討厭什麼 我的理想是什麼 別人怎麼看我 就是很多很多的這個 都是在不斷地去想我 他的意識裡面 很多都是跟我有關的 還好 就是因為青少年通常有很多的同伴 所以這個 self-consciousness 常常在同學 尤其是好友之間會出現 我們說這個青少年的 self-consciousness 他常常是需要做一個 self-definition 然後想要知道自己是誰 最好的就是 同儕之間的互相的聊天 self-clarification 然後同儕就像一個 social 像一個社會鏡子 可以幫助你去慢慢瞭解到自己是誰 就是透過聊天 透過很多的 談論 討論 辯論 那你慢慢去 clarify 去澄清自己是什麼樣一個人 所以 self-consciousness 是青少年的一個現象 而我們可以透過同儕的幫忙 而對自我的定義 以及自我澄清有更多的瞭解 那下一個 叫做 self-protection self-protective 那這個 self-protection 的意思是什麼呢 當一個青少年 他在想到自己的時候 他容易往正向的方式去思考 我們先來把這個 self-protection 講完 再回到課本上的下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 unconscious self susan harter 這個學者做了一件事情 他拿了一疊卡片給青少年 每一疊卡片 每一張卡片呢 中間都有一個形容詞 旁邊都有一個情境 中間這個形容詞可能是 體貼 快樂 敏感 求知欲 然後或者是緊張 自私 憂鬱等等 正向或負向的名詞都有 然後 context 就是比如說 在家裡面 跟同學 跟你的 romantic relationship 什麼等等 所以就是有這個 adjective 然後有個 context 然後他要青少年做的一件事 就是說 好 你有這一疊卡片 請你把每一張卡片 放到這個大的紙上面去 然後這個大的紙上面呢 有三個圈圈 從 most, less 到 least 就是說 這個 most important 是說 這張卡片是描述我 最重要的一張卡片 叫做 most 然後描述我比較不重要的卡片 就放在 least 就讓青少年就放卡片 他就放各式各樣的位置 然後等到青少年走了以後呢 Susan Harter 就把這個卡片 跟這個中心點的距離 去量這個距離 每一張卡片 都去量這個距離有多遠 好 那當他把這些卡片全部量好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看 如果這些 adjective 是正向的 他把他堆成一堆 然後看看這個分數是多少 負向的是多少 然後 context 底下是 家庭的 學校的 romantic relationship 的 也把他分開來去 測量他的平均的距離分數 好 那他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不同的情境裡面 獲得的距離分數是沒有差別的 但是正向負向的分數 就是這個 形容詞本身的正向負向分數 這距離分數卻差得非常多 那意思就是說你會發現 所有是正向的形容詞 青少年都會把他放在比較中間 所有是負向的形容詞 都放在比較旁邊 可是對於情境的分別 卻不重要 在這個統計結果卻不重要 那 Susan Harter 給了我們一個說法 他說青少年基本上 是有一種去拒絕承認 他有任何負向的 characteristic 的傾向 他青少年不覺得自己自私 不覺得自己緊張 不覺得自己憂鬱 不覺得自己長得醜 不覺得自己就是是微君子 有啊 他有一個是 ugly 就是有一個形容詞是 ugly 所以他就是 所有的這些東西 當你真的用這樣的方法 去測量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負向名詞都 到了 peripheral 都到了旁邊去 那 Susan Harter 用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實驗結果 告訴我們說青少年 事實上是自我保護的 他是 都是往自己的正向的方向去看自己 覺得自己都是很棒的 好 那現在我們回來 就跟著課本上的次序 我們要講到 unconscious self unconscious self 的意思是說 青少年 他們到了這個時候的認知發展階段 他有一個很棒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看得到自己的限度 他知道自己的有一些部分 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推理 有一些判斷 其實並不是靠著自己的理性 而做決定的 就是他知道自己有一些情緒 有一些想法 是無法靠自己控制的 他是 beyond one's awareness or beyond one's control 就是他自己相信 他有自己控制自己 自己理性判斷自己 自己理性做決定的限度 他看到了自我限度 這個是 unconscious self 的內容 就是他 self understanding 裡面 有一部分知道自己的潛意識 是自己無法控制的 這是所謂的 unconscious self 最後一個是 not quite yet a coherent integrated self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青少年開始去 做 integration 去做統合 我們剛剛就講說 當一個孩子 他如果有足夠多的 cognitive complexity 他雖然看到自己目前的 就是 inconsistency 看到自己的 contradiction 看到自己 自己在描述自己的很多的衝突 但是這樣子的東西到了某一個階段 他就會把它整合起來 說我在家人面前 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因爲什麼原因 我在學校裡面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是因爲什麼樣的原因 但是其實我還是我 那這個我呢 其實是在不同的層面上 所表現出來 我都仍然是那個 有一個系統性的我 他會用一個方法 把自己的很多東西整合起來 那這當然也是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一個特色 慢慢慢慢的整合 然後 integrate 成一個 coherent self 成一個和諧的自我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會介紹一個很有名的人 叫做 James Marshall 他曾經說過在青少年期 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他說青少年的自我 其實是從 deconstruction 到 reconstruction 到 consolidation d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結構 所以他說青少年其實是從 解構 到 reconstruction 是重構 重新的 建構出一個自我 然後最後呢 就是 consolidation 凝固成一個真正的我 所以每個青少年在這個過程中 都需要面對這樣的一個過程 以上我把青少年的 self understanding 的每一點都講完了 還蠻重要的 考試的時候應該是必考的 然後 131 頁 131 頁請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 emerging adulthood 裡面的 self understanding 大概有些什麼 我們就照著課本 大家看一下 131 頁的 emerging adulthood 他講了兩個地方 就是兩段的中間 130 頁中間的寫體字 一個叫做 self awareness self awareness 的意思 當然就是到了 成年萌發期 一個人對自己的了解更多了 他知道他的心理狀態 他知道他的強項與弱項 對自己的優缺點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possible self 這個時候的 positive self 是更 具實務性的 更 realistic 更真實的 知道自己的可能性 自己的限度在哪裡 所以就是青少年期的 possible self 可能是一個遠大的理想 可是到了 emerging adulthood 雖然也還是需要有 possible self 但是這個 possible self 他因為他有更多的 真實的經驗以後 他可以更清楚的評估自己 將來的可能性 有當事實就想要做到 是否要是否有任何人 可以做到沒有 或者是否有任何人